电视剧《雪中汗刀行》正在热播 剧中张若云事业的徐凤年凭借一件仙人柜成功斩杀土甲 虽然被赫赫姑娘打成重伤 好歹有大黄亭护体 徐凤年总算逃过一劫 并且还觉醒了四重大黄亭 相反城外的芦苇荡一战就此结束 赵凯的计划可以说是土崩瓦解 还损失了墓水屠火甲 目前只剩下一个金甲护身 不得不说这个赵凯太自作聪明 以为听从师父汗雕塞的安排就能入宗庙 甚至以后还能执掌黎阳王朝 殊不知他的无知不仅害了自己 还让黎阳王朝的气数逐渐消博 眼看着徐凤年大摇大摆离开相反 气不打移出来的赵凯再次密谋 他请赵皇朝来对付徐凤年 心狠毒辣的赵皇朝企图引徐凤年入梦 不知不觉把徐凤年变成歹瓜 这样一来神不知鬼不觉 徐霄的北梁铁骑 即使想报仇 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做的 可是他哪里知道表面顽固的徐凤年 是万中无一的智者 而徐凤年离开相反 奔赴江南道 不仅拖走琉璃亭替大姐徐志虎出了气 还有武力震慑江南道的文人学子 徐凤年根本不怕这些人的口诛笔伐 徐志虎的问题刚解决 曹长青就能要带走江泥公主 李纯刚如临大敌 好在江泥自己做出决定 心甘情愿跟着曹长青离开 徐凤年的心情自然低落 但他去上音学公开二姐徐卫雄 可因为先看大姐的缘故 徐卫雄来信表示谢绝世子来访 无奈之下徐凤年只能先去龙虎山 看黄蛮儿 一行人来到龙虎山附近 为了躲避和和姑娘的刺杀 就在山顶上扎营休息 途中徐凤年捡到一本书 看完后迷迷糊糊进入梦中 因为赵皇朝已经原神出鞘 准备借机除掉徐凤年 突然徐凤年身后出现一头雪白大蟒 与梦中的天龙撕打在一起 而大蟒就是无粟的一缕魂魄 徐凤年亲眼见到母亲无粟灰飞湮灭 他对赵皇朝恨之入骨 同时也意识到这是在梦中 徐凤年命悬一线之际 晋升六重大黄亭 他想见李纯刚的剑开天门 直言有我一刀可斩天人 徐凤年梦中斩天龙一刀 批出一切重归平静 赵凯和赵皇朝的计划再次落空 之后赵凯依然贼心不死 他准备在西域自立为王 目的就是要截断北梁的臂膀 徐凤年这一次没有人 而是从北满回归后入西域 他以齐人之道还至齐人之身 斩杀赵凯护卫 逼赵凯自尽 最后赵凯只能自我了断 因为他给北梁铁骑造反的做法 已经让黎阳皇帝下不来台 赵凯的结局显然是咎由自取 而徐凤年的武道迅速提升 同时还接管了北梁铁骑 他已经是一个合格的北梁王 在北梁王帝下不来的